成立第四年的中華護尾三馬宗教會 過去兩年都會由信仲或是成員 背著護尾三媽祖的神像 徒步在淡水落盡 而今年也不例外 從3月20號開始連續七天 在淡水各禮進行落盡巡禮之後 在3月30號一行人背著媽祖 南下徒步到雲林北港朝天宮 而在4月9號將會到淡水 共走了527公里 為了要讓更多人了解媽祖宗教文化 並且為在地居民祈求平安 成立的第四年的中華護尾三媽宗教會 過去兩年都會由信仲或是成員 背著護尾三媽媽祖神像徒步在淡水落盡 而今年也不例外 從3月20號開始連續七天 在淡水各禮進行繞盡巡禮之後 在3月30號一行人背著媽祖 南下徒步走到雲林北港朝天宮 並且在4月9號回軟到淡水 總共走了527公里 今年是第三年 其實第一年的時候就碰到疫情 那撒嬤他的旨意也是要我們 最主要的阻止就是說 我們去消災解餓除疫情 那整個活動的全民我們叫做 這個 衍咖吐臺灣 背沙嬤行腳吐臺灣這樣 那消災祈福然後消疫情活動 對 那我們經過了150幾個宮廟 那非常感謝沿路上有很多民眾 贈送我們飲料啦水啦 真的非常感恩 護衛三媽會最初創立開始巡禮 是因為當時疫情爆發的第一年 受到媽祖指示希望可以能夠為 這地居民消災解餓除疫情 而開始了徒步遶境 除了走遍淡水42個里 還會不定點的進到各店家 或者是居民家中來祈福 沒有固定的路線 由成員輪流背著護衛三媽媽祖神尊 在大街小巷中落盡 那我們今年這樣子 第三年我們有測一下 我們自己的這個公里數 我們走了527.8公里 那其實我們非常開心啦 那所有的會員一百多位 那有陸續的下去交接啦 然後輪流背著沙嬤 那在背得過的行程 當然是各自跟沙嬤聊天 照我們背起沙嬤的時候 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跟他祈求 那當然啦 有的是希望說消災解餓 有的希望是發大財 有的希望家人平安健康 那都可以跟沙嬤所祈求 無論是風吹日曬雨淋 可是不曾間斷過 而這一次由護衛三媽會會長 王永祥率領各爐主 還有幹部等姓仲 一起參與護衛三媽 行腳吐台灣的活動 連續20多天的行腳 共走了527公里 也經過了150多間的宮廟 期盼透過在地宗教信仰的文化 為大家消災祈福消疫情 更希望淡水這樣在地護衛三媽會精神 能夠一年一年的傳承下去 記者許論一淡水採訪報導 指摘 村莊 請不吝有 請不吝有